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主日是丙年长年期第十九主日 在你的生活当中 什么事会让你措手不及 甚至让你措手不及到尴尬万分 我自己就经验过请朋友吃饭 却以为可以用信用卡结账 因此有恃无恐的没有带现金 等到要付账了 餐厅的柜台员工竟然回答我说 先生我们这里不收信用卡 我以为我曾经带朋友来过几次 因此老板一定认识我 会通融我 所以我就请员工把老板请出来 结果老板跟金鱼部对我说 先生对不起我们也不设账 我急着就跟老板说 老板啊我是一名神父 我就住隔壁几条街附近 你等我我回去拿钱 马上就回来 结果老板竟然回答我说 那要是你跑了 我向谁拿钱去啊 因此 我只好请把这一切尴尬都看在眼里 却一样没有带现金的朋友 帮我回去拿钱 然后把我数回来 从此之后 我要嘛一定准备足够的现金 要嘛先打电话问清楚 收信用卡与否 要嘛一进餐厅 劈头就问能不能用信用卡买单 我想这种恨不得挖个地洞 躲起来的尴尬经验 不少人都有过 除此之外 比如说就要上飞机了 却发现护照就快要过期 或是忘了把护照放进随身的包包里 要考试了 却发现书都还没有看多少页 生活中这种事到临头 却发现尚未准备好的事情 可以说是一锣筐啊 这些事或多或少 给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尴尬 严重一点 还会带来轻重不等的损失 但损失再大 终究还是会有一个停损点 然而想一想 如果我们不是面对生活的这些事物 而是面对我们的死亡 面对死亡当头 而我们却还没有准备好 那我们的生命又将何去何从呢 这问题可就无比严重了 本主日的读经及福音 就是以在信德中准备及等待 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终极的问题 所以在第二篇读经 《西伯安书》中首先就谈到了信德 说到信德 就让我想到一则有趣的故事 一个游客去观赏 游历美国大峡谷的壮丽景色的时候 他不慎从悬崖边 失着滑了下去 他拼命挣扎 终于抓到了一棵悬在半空中的小灌木 惊魂覆定后 他大声求救 上面有人吗 有人可以救我吗 很快就有一个声音回应他说 我在这里 我就是天主 那人好高兴哦 他回答说 太好了太好了 请你救我我快支持不住了 天主回答他说 救你以前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相信我 那人马上就急的回答说 天主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 每个主日我都到圣堂参加弥撒 平日我都请念早晚课 我也读圣经 对教会的需要 我也大方的支持 可是天主再一次肯定的问他说 你真的相信我吗 那人就有一点不耐烦了 他回答天主说 那你要我怎么做才相信呢 结果天主跟他说 既然相信我 那么放开你的双手吧 那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是天主再一次肯定的说 如果你相信我 就放开双手吧 那人沉默思考了一会儿 就大声的喊说 请问上面还有其他的人吗 弟兄姐妹们 这当然只是笑话一折 却是精准地抓到我们信仰的酸痛处 无怪乎西伯来人书的作者 在谈到信德的时候 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信德是什么 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担保 是未见之事的确证 更确切地说 信德是提前拥有 我们所盼望的事物的途径 是认识不能看见的事物的途径 人在信德中所经验的 跟肉眼不一样 肉眼只看见可触摸的世界 但信德所经验的 却是看不见的天主的大能 就如同西伯尔人书 所形容的亚巴郎 和他的妻子萨拉 对天主的信任一样 亚巴郎因为有信德 蒙天主招选时 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 为产业的地方去了 他出发时 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萨拉因为有信德 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 竟然得到了怀孕生子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 那应许者是信实的 弟兄姐妹们 这样的一种信德 我们在那位即将宣圣的 德雷萨姆姆身上也看得到 在多年前 有一位神父或掌上任命 一项非常吃重的工作 他要求先到加尔各达的垂食者之家 去做生活体验 希望能够从中明辨这项任命 是否真是天主的指引 在第一天早上的弥撒后 他遇见了德雷萨姆姆 德雷萨姆姆问他说 神父 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这位神父不假思索地说 请您为我祈祷吧 他继续问 那你希望我为你向天主求什么呢 于是这位神父就把自己 这趟行程的目的 跟修女分享 最后 他希望修女求天主赐他 能够看清楚前面的道路 好帮助他决定是否要接受 这项新的任命 怎知道 修女竟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而就在神父百思不得其解释 修女缓缓地道出了理由 因为人们都以为德雷萨姆姆 就是在祈祷中 获得天主清晰的指引 以至于他才能够带领 他的修为团体 产生如此有生命力的信仰见证 不过德雷萨姆姆 却是微笑地对他说 其实 我从来没有获得天主清晰的指示 我有的 只是天主赏赐的信德 然后在这信德中 准备好我该做的事 并且耐心等候天主的旨意诚信 而不是让我自己的旨意诚信 是的 我会为你能够获得同样的信德而祈祷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就是以一个仆人准备 以及等待主人归来的比喻 来为我们强调出 怀着如同亚巴郎一样的信德 怀着如同德雷萨姆姆一样的信德 来准备以及等待天主的旧恩成行的必要心 这个比喻是有关一位主人出了门 仆人们确信他必将归来 但是不知道他回来的确切时辰 因此仆人们该当做好迎接主人回来的准备 把妖宿好 把灯点着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立刻就给他开门 让主人看到他们在等待着他 并随时等待回应主人要仆人做的事 顺应主人的愿望 按照主人的渴望 全心全意地去完成主人所交代交办的事 从耶稣对这个故事的叙述 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 这是一个充满急迫性的比喻 比喻的一开始就急迫地提到 你们要把妖宿好 把灯点着 这句话 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初古祭礼的逾越节法律 逾越节法律是这样说的 你们因这样吃 竖着腰 脚上穿着鞋 手里拿着棍杖 极数快吃 这是向上主守的逾越节 这一页是上主 令他们处理埃及所守的一页 耶稣应用这句话 就是想告诉他的听众 也告诉我们 救恩马上就要完成了 但是唯有警醒准备好的人 才可以获得救恩 因为如果上主来了 而我们却还在睡大头觉 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跟着他 处理埃及的努力呢 所以这个比喻让我们更进一步指到 主人是从婚宴中回来的 婚宴在路加福音里 一般指的就是墨西亚的婚宴 也就是指天国来临的意思 犹太人的婚宴通常要吃很多天的 最多可以吃到七天 满七天 因此主人出去喝喜酒 所以仆人通常根本没有办法预知 主人具体什么时候会回家来 但是唯一可以确信的是 主人或早或晚 总一定会回家来 所以好的仆人 就会随时准备好 等候主人的归来 是的 我们就是那怀着信德 准备及等候基督来临的好仆人 但什么时候基督回来 今天福音说 你们要知道 家族如果知道贼什么时候要来 他必要醒着 绝不让房屋被挖穿 你们也应当准备好 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而弟兄姐妹们 你可能还在想 为我料想不到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时候呢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 唐恩比 他就曾经说过 每个人都有一个错觉 总觉得自己总会有明天 但现实是 每一个人总有一天 会没有明天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那天是哪一天 但是聪明的人 就会懂得 为那一天做好准备 多么有道理的话 大哉思言啊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 你们基督徒不是讲 只要悔改就可以得救吗 那我干嘛现在那么认真生活 不如多做点坏事 多享受一些 等我要死的时候 我再来悔改不就好了吗 其实这种人最大的盲点 就是唐恩比所说的错觉 他就是活在错觉里面 误以为自己总有明天 等在着他 殊不知我们人不是天主啊 因此永远都无法知道 哪一秒钟 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秒钟 因此 我们基督徒 万不可采取 如此搞错的生命态度 我们应该学习 成为唐恩比口中的 那个聪明人 把每一天都活得 像是最后一天一样 如果今天 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 那么我们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 去做无意义的事 因为我们清楚知道 已经没有时间让我们浪费 让我们许好了 因为这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 必须赶在时间内去完成 这些事如 如果我得罪了某某人 那么就要赶快去和好 如果我亏欠了父母 那么就要赶快去报恩 如果我还戴着虚伪的面具过生活 那么就要赶快去扯掉面具 日子只剩最后一天了 赶快道谢 赶快道爱 赶快道歉 赶快道别吧 如果我们有这种 只剩最后一天的心态 那么我们就会深切明白 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说的 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的确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越能够欣赏 天主赐给我们生活中 我们跟各式各样的人的关系 以及珍惜天主赏给我们的 种种种种的恩宠 那么我们就越能够领会基督 在我们生命中的迫近和乙道临头 并对我们的生命 给予细致入围的关怀和爱护 同时我们也就越能够命于 回应天主的邀请 用于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和使命 如此 在日常生活中 即使我们只是处理平平无奇的日常例行事物 我们也能够察觉到基督的迫近与灵战 进而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地转向他 感谢他 赞美他 是啊 当我们越珍惜天主赋予我们的恩宠 我们就越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成为耶稣所说的 料想不到的时刻 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认出他就在那里 并随时准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他 另外 这个比喻之所以要我们精心准备 不仅仅是为了主人的到来 同时也是为了作为仆人的我们自己 因为主人和仆人共同构成了一个爱的关系 这关系透过主人 向仆人们所显示的一个令人瞠目结舌 目瞪口呆的慷慨举动而尽显了出来 就如同比喻中所说的 主人来到时 遇见醒悟者的那些仆人是有福的 我是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作息 自己前来伺候他们 弟兄们姐妹们 你们看啊 主人竟成了仆人 就为伺候他的仆人们 这真是一个让我们完全料想不到的慷慨举动 事实上 耶稣他不正式用这样的慷慨 对待了我们每一个人吗 耶稣毫不犹豫地做了众仆之仆 他是我们的主人和老师 他更是创造我们的天主 但却为他的门徒们洗脚 透过这个洗脚 向我们显示出 服务和爱 应该是彼此交织的 没有服务 爱就是空的 而没有爱 服务就是不圆满 不完美 最后 就让我们请求天主 赐予我们随时准备好迎接他的恩宠 不管他何时来临 或是在我们日常的平凡生活中 或是在我们生命中肯定会发生的临终末刻 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处在天主的恩宠之外 或是处在招致天主公义审判的处境当中 所以怀着信德随时准备好 接受天主在我们生命中 任何时刻的临栽 而让我们的生活永远都能符合他的旨意 并使信德的恩宠如同权有一般 不断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 激起大忘德和大爱德吧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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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